好,那現在時間是10點40分 我們下一場演講要開始了 今天這場是由鎮影CY帶來的 參與autoware自駕車社群經驗分享 鎮影的過去經驗主要是在機器人與自駕車領域 也曾擔任過相關獎者 目前他是專門貢獻autoware的軟體工程師 然後我們也歡迎各位委會者在Costco的共筆上 記下您對這場演講的筆記 共筆在官網一程表的一程內 讓我們來歡迎鎮影 好,那大家好,那我叫做鎮影 那也可以直接叫我CY就好 那我這場主要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參與autoware自駕車社群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以及我在上面的一些貢獻 那autoware其實就是一個自駕車社群的框架 待會我會有比較詳細一點的介紹 好,那簡單介紹一下我過去的經歷 就是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是研究資安的 然後後來第一份工作主要是做 Embedded System 或者是Network Protocol相關的一些東西 然後後來現在這個公司 就是一開始是做ROSS 就是ROBOT的作業系統 應該是或者說framework可能會比較合適 然後以及後來接下來我們就做 跟autoware有關的一些貢獻這樣子 那關於我是誰的話就是我比較 我是一個還蠻喜歡貢獻 那個open source software的貢獻者 然後也很喜歡研究一些 用一些技術來幫助自己的生活 例如說筆記或者是時間管理等等的一些部分 那對那個閱讀和小提醒蠻有興趣的 所以大家對這方面有興趣也可以 我們可以來有更深的交流這樣子 那再來這邊是我的那個GitHub和Mail 如果大家對這次的演講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來跟我聯絡 那這邊我就來是給大家看一下說 我們這場talk會給大家 這是可以看到的一些的內容這樣子 就是首先我會先介紹一下autoware 以及我待會會講的一個技術叫Zenote 那這兩個技術它的內容是什麼 接下來會跟大家初步介紹一下 自駕車的系統的一些的框架 以及我參與autoware社群的一些經驗 以及大家如果對自駕車的一些社群有興趣的話 可以如何的參與這樣子 好 那我就來講一下說 那為什麼我會參加 會有這個參加autoware社群的這件事情呢 那其實這故事是這樣來的 就我現在這家公司叫做ADLINK 他收購了一家叫做DDS的PresentTech的這家公司 那DDS其實是一個用在軍事啊航太啊上面的一個Network Protocol 那其實那他們ADLINK買下這家公司後就開始思考說 那這個Protocol我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那後來就發現在現在很熱門的ROBO 就是ROSS的部分 ROSS的Framwork 其實它就使用了DDS當作它的底層通訊的架構 那其實在ROSS1的時候 因為ROSS它其實有1和2 那在ROSS1的時候 它是自己做它的底層通訊 然後在ROSS2的時候 它為了不要自己處理這些通訊的部分 它就使用了DDS來當它的 那個communication的layer 所以ADLINK就成立了一個叫ROBO的部門 專門跟那個 就是專門看怎麼樣用DDS在ROSS2上面 然後找到一些那個商業機會 那後來又發現 AutoWare這個自駕車的框架 它其實是使用ROSS當它底層的框架 它在上面在疊帶 疊加出跟自駕車有關的一些功能 所以就發現在車用跟DDS 其實是有一些可以那個契合的地方 後來就由一家那個歐洲的公司 歐洲的獨角獸公司 叫做TT Tag Auto 那就跟他們合資 就把之前的Present Tag 重新打包上市 也沒有上市 就重新打包 成立一家新公司叫做ZETA Scale 那ZETA Scale 它的業務就除了DDS以外 就還有我們待會會提到的Zeno 這是它主要的兩個產品 那我這邊目前的部分 就是思考要怎麼樣 把這家公司的一些技術 叫Zeno把它給應用到 AutoWare這個社群 因為以公司的目標來講 就是希望未來可以切入到 車用的市場裡面去 好 那AutoWare到底是什麼呢 AutoWare的話 它其實是由一個叫做 AutoWare Foundation 所維護的一個自駕車的 自動駕駛的軟體框架 那其實它最早是由一家日本的公司 叫Tier4 這邊有這個Tier4來所提出來的 那它後來就把這項技術把它開源出來 並且找了一群其他對自動駕駛有興趣的公司 來成立了AutoWare Foundation 所以AutoFoundation就是一群公司 所成立的一個聯盟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們這邊 就是這裡面AutoWare Foundation裡面的成員 那包括有幾個 如果你就是除了Tier4是 那個最創始的以外 那在台灣其實也是有不少公司有參與 像這ADLINK是我們公司 工研院還有FOXCOM也都有 在其中都有參與 那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有名的 像AMD或ARM這類的公司 有參與到其中這樣子 那其實你如果大家在看到了 那個自動駕駛這件 這個開源的Framwork 其實不只AutoWare 還有像是百度所提出的 Aporo或者是OpenPilot 不過OpenPilot比較偏下是ADAS的系統就是了 那不過不管是其他另外兩個 他們的活躍度 可以看到大家的右手邊這邊的這個圖 就是其實這是以GitHub上面的Commit數來講 其實AutoWare是遠遠的比他們還要更活躍一些 那像你可以看到像Aporo 紅色那個其實已經到 最近就比較沒有什麼更新 可是在2023年AutoWare的更新 就非常的頻繁 所以可以知道這個社群 算是很蓬勃的在發展之中 那AutoWare的話它其實也是隨著 剛剛我們提到RUS有RUS1和RUS2 那AutoWare其實也是隨著RUS有一些不同的進展 那在RUS1的時代的時候 AutoWare叫做AutoWare.AI 那照了後來 隨著使用RUS2就變成AutoWare.Auto 所以它這邊就有使用了RUS2的技術 那以及剛剛我們提到RUS底下是用不同的 就是使用DDS來當作它的底層通訊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那個它使用的是賽控DDS 因為這個DDS其實是有很多家Mender 都可以自己提出自己的DDS implementation 那那個RUS它就做了一層中間層叫RMW 來決定到底它是使用FaceDDS 還是使用賽控DDS 或者是其他的DDS 那AutoWare這邊使用賽控DDS 那順便一提賽控DDS也是剛剛提到的 這它Skill的其中一個產品就是了 那在後來 那個又把AutoWare.Auto 變成AutoWare.Core和AutoWare.Universe 那這邊的主要差異是 在那個AutoWare他們認為 那個如果他們想要把他們的軟體的品質做一些提升 那所以他們也要把所有的跟AutoWare相關的Core 都做一個比較好的Maintain 或者是Security的Check 或者Quality的Verify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把一些核心的工人把它給放在Core裡面 那一些其他第三方的人開發的 像是可能研究單位啊 或者是其他公司開發的Serve Party的Package 它就放在Universe裡面 它就專注在Core 然後其他人的貢獻就放到Universe 有點類似App Store的感覺這樣子 所以AutoWare它目前切分的這個概念 那AutoWare的架構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看起來好像有點多 不過其實如果你以人類怎麼開車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就很合理 我們可以想像 假設我們人要開車 那首先我們是要先看到畫面 就是看到我們路上的狀況 所以我們眼睛或者是耳朵是接收 就是也就是所謂的Sensing 那在那個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接收這些影像 我們會有一些辨識 就看到這個是行人 那這個是紅綠燈 然後紅綠燈是什麼樣的 是紅燈還是綠燈 那有什麼車子經過 交通規則是什麼 所以就會有需要有做辨識 就Perception的部分 我們要來能夠做一些 一些物件辨識啊 那TrafficLag的辨識 那這個就是常常都會用到AI的地方 在自動駕駛會需要用到AI的地方 就在Perception的這個地方 那除此之外 我們如果想要了解 我們要開車到哪裡 我們要首先知道我們人在哪裡 所以我們大腦裡面就會有一個 大概這個城市的地圖是大概長什麼樣 以及我們要怎麼樣定位說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要能夠Mapping說 我現在人的這個街道位置 跟我大腦裡面的這個地圖 到底是在 是 可能是在這個地圖的哪個位置 那這邊就是可以Mapping到 我們的那個Map和Localization的部分 定位的部分 在自駕車裡面 它一樣它會需要有一個 HD Map 就是高精度的地圖 然後 它也需要有些Localization的方法 來把現在Lidar掃到的資料 跟地圖做一個Mapping 或者是使用GNS 就是GPS 來做定位 那定位完後 它就可以來做Planning 就是要怎麼走最好的路徑 像我們要規劃一個路徑 當然這部分很多 現在都是已經由那個 像Google Map 或者車內導航等等的方式來取代了 不過以自駕車來講的話 它就是會有自己的一套Planning的模式 接下來就會來做Control 來看怎麼樣把車子來開到 要怎麼樣來進行開車 像我們是用那個 走控方向排的膠材 那個煞車或油門 那當然自駕車也一樣 它有它自己的Control的邏輯 然後它把這些Control的Command 送到Vehicle的Interface 以那個像我們現在大部分的 車子來講 它們都是叫做Dry by Wire的方式 就是用那個 像是例如說Cambus 或什麼方法 然後來控制車子的Interface 來進行那個控制 所以不同的車子 它就會有不同的車子 Vehicle Interface 那都會有Control的Component 來進行控制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框架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在自駕車領域 最常會遇到的一些Component 所以不管是你 其實不管你是Aporo 還是是Autoware 或者是其他家的 導航的框架 其實大概都會 都離不開這幾項 就是 這是我們會比較常會用到的一些 原件 那在Autoware裡面呢 它這邊就給一些 那個Link給大家做參考 是說 它的一些社群 通常是怎麼來進行 那個活動 或者是怎麼來進行維護的 它的code就是放在GitHub上面不用說 不過這邊也有一個蠻有趣的歷史就是 它其實最早的確它是放在GitHub 不過後來可能因為微軟買了GitHub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有一度就跳到GitLab去 然後可能後來就發現GitLab不是那麼的好用 所以又跳回來到GitHub 所以 如果你找到一些資料是在GitLab的 記得就是要回頭過來找到GitHub就是了 因為這的確造成一些困擾啦 找資訊的時候 那文件的部分就跟很多的社群的軟體一樣 就是使用GitHub page來產生出的Documentation 那關於那個討論的部分 大家如果有在玩遊戲的話 其實應該對Discord不會很陌生這樣子 那其實現在也很多社群 不管是Rus、Autoware還是一些 有那個其他的open source的社群 也都常常會使用Discord來做他們討論的地方 就是可能 有點類似Slack或Telegram這樣子 大家可以比較及時的做一些互動 那在QA的部分 除了那個StackOverflow 可能會可以看到以外 其實他們也有用了GitHub Discussion 來做討論 如果大家對那個GitHub 這應該算是比較新一些的功能啦 就是可以做一些 類似QA的互動 或者是你可以在上面 放一些Design的一些的 設定跟大家討論 所以我覺得有點類似 借在StackOverflow 或者是issue之間的一個功能這樣子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Working Group的list 我那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話 它有一些Working Group的內容 就是其實在這個社群裡面 大家對不同的主題有興趣 他就可以參與不同的group的討論 像是API的部分 然後Planning的部分 或者Sensing的部分 那這些就會 跟依照不同的主題 大家就會有不同的討論 說他們到底想要多新增什麼功能 然後未來要往什麼方面來前進 好 那延歸正傳 那我的目標就是要使用 要怎麼把Zeno 整合到Otoware裡面 那這個就是Zeno它的Logo 所以這是我目前 我這個角色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開始思考說 那我要怎麼做 好 那當然我還是先 得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Zeno是什麼 那下午場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talk 是關於Zeno的部分 如果大家對Zeno這個技術有興趣 可以去到時候聽更多的細節 那我這邊就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功能這樣子 那Zeno的話其實是在Eclipse Foundation以下的一個網路的protocol 然後由目前由Jetaskill來進行維護 其實還蠻多的那個 一些社群的技術其實也都是這樣 就由公司在背後支持 可是它是貢獻到一個foundation裡面去這樣子 那它支援了publish,subscribe和query 這我們下面再提 那可以看到的是說 大家的右手邊這邊 就是如果大家對OSI7層就是Network layer有些概念的話 其實Zeno最常用在的是session layer的部分 就是transport layer在往上這樣子 那不過當然它也是可以直接接到Network layer 或DataLink layer這樣子 就是它的以NetworkStack來講 它的架構式的內容的樣子 那它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Data-centric Data-centric就是說 我不需要管你到底是誰 我只要把資料 我只要注重到底我傳什麼資料就好 所以這邊的話 例如說我們就以訂閱雜誌來講好了 假設我是出版社 那我就是發布了一個雜誌出去 那對這個雜誌有興趣的讀者 他就去訂閱這個雜誌 那我出版社 我不需要知道讀者是誰 我只要管發布雜誌就好 這個就是Data-centric的概念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用過MQTT 這個就是類似MQTT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不過它跟MQTT不一樣的就是 它是使用Fortly Distributed 不像MQTT有一個中央的Broker 它需要送東西到那邊 這樣你就可以避免Single Value的問題 Single Point Value的問題 而且它的效能又比較高 它的Protal Design的關係 然後又可以在Embedded的系統上面運行 那它是使用Rust撰寫的 然後不過它也支援了Python C++等等的各種API 好 那可能這樣聽完還是有點無煞傻 那我們就直接用一個例子來給大家看好了 這邊是我們的那個 用動畫來看 這邊的情境是 假設我們現在有兩個 A和B兩個工廠 那這裡面的工廠都有不同的機器人在跑 所以你就看到左上角和大家的 右下角這邊各有機器人 可以看到這些機器人 它都是直接互相連線的 就代表這是Fortly Distributed的概念 就是它們不需要有一個中央的Server來連接 可是它們兩個是不同網段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們不同工廠 它一定要通過Internet 所以它會一定要通過Router 那這邊它就透過了General Router的設計 中間這幾個點都是General Router 那來讓這兩個工廠的資料可以互相的連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的右下角 它這邊的publisher發布資料後 那對這個資料有興趣的 像上面的管理監控系統或者database 它都可以去搜這個資料 那並且把這些資料把它給儲存起來 那這就是subscribe publish and subscribe的概念這樣子 那除了publish and subscribe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query和queryable的概念 其實大家就把它想成說 如果對HTTP有熟悉的話 就其實是說你送一個request 它會回一個response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丟我的request過去 那你在跟我講說你做完運算的結果 所以在這邊的圖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它一樣它可以發布一個對這個 就例如說它這邊想要知道某些機器人的定位 position是什麼 所以它就可以發布request出去 那像它就會其他有這個方面資料的人 它就會把它的運算結果 然後回傳給下面的這個送query的人 然後這邊可以注意的是說 它其實是它的送的那個topic 或者說我們這邊用key來講 它其實是有wellcard的功能 就是我們可以用信號 來那個說我要一次讀到很多人的資料 這是它的比較跟傳統的topic不一樣的設計這樣子 好 那回到我這邊 那我到底要怎麼把Zeno把它放到那個autoway裡面去呢 那我一開始的思考是這樣子 那我因為我一開始 其實我以前是對ROS比較有熟悉 可是雖然說autoway是based on ROS 可是畢竟還是 這對我還是一個是新的技術 所以我一開始就還是要先熟悉一下autoway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對我一開始我就是 先想辦法把在ADNIC ADNIC其實是一個做IPC的廠商 所以它也有很多的硬體 那我就是在這些硬體上面 把autoway把它給跑起來 那驗證說autoway其實是在我們硬體是可以跑的 然後可是其實光這一步就已經有遇到蠻多問題了 因為其實在我那個開始參與的時候 autoway還蠻多 它文件還沒有完善 而且它的裡面程式也是有蠻多問題的 所以其實就常常都會需要到discussion來詢問 那並且幫忙修改一下它文件的一些教學 然後給出一些比較好的解決方法這樣子 那後來就發現其實跟我一樣 剛剛初學的人蠻多的 他們也遇到了很多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就發現我也可以回答一些初學者 他們遇到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就參與像剛剛我們提到的那些working group的東西 然後先旁聽然後看看說 我們可以了解它的運作方式這樣子 然後接著我再把我的技術 Zeno這個技術介紹給社群 好 那所以後來當然我們要做貢獻一定就是還是要有程式嘛 那前面就是先初步認識 所以我們這邊就開始做了一些 想說怎麼把Zeno用在這個社群裡面的一些 的方法 那Zeno有什麼特質 就是它的performance好 然後又能跨網路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能不能拿Zeno來實現remote driving 就遠端開車 這駕駛和車子是在不同的空間這件事情 那一般來講 我們要做driving的話 它其實中間是透過DDS來做傳輸 可是DDS不能跨網路 那所以在我們的架構 我們就是使用Zeno來達到它可以cross internet的功能 那我們就使用了Zeno Bridge DDS 這是一個Zeno和DDS轉換的一個套件 然後它可以幫忙做這樣子的轉換 就是DDS轉成Zeno 然後Zeno再轉回DDS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來做到remote driving 那其實我們後來就把這個成果也發表在那個 Otoway的官網上 那大家如果對技術細節有興趣 我這邊就不提了 多提 那就可以直接看我們的這個blog 那我這邊大概秀一下那個video的部分這樣子 好 這邊的話 好 前面 我把這邊 放大 好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Otoway把它先啟動起來 這邊是Otoway啟動的樣子 這個 這個畫面叫做RVS 其實就是你可以想成是GUI 那個車子看到的GUI的畫面 就是車子看到的東西 它用GUI的方式把它顯示出來這樣子 那 它的 這邊我們會給它一個引鈴ShowPost 它這邊就是 車子它沒有 它並沒有 並不是真的車子 只是一個模擬的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 車子的定位這樣子 然後它說它車子在哪邊 那接下來我們就啟動了一個程式來進行那個 這個是我開發的一個 是如何用鍵盤來開車子的一個程式 就右邊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發現 現在其實是還沒辦法進行連接的 因為我現在Otoway和這個鍵盤的開車的程式 其實是不在同一個網段 所以它是沒辦法互相連接的 所以後來 我們就啟動了Zenobridge DDS 來進行 就下面這 下面的這兩個 就是用Zenobridge DDS 把兩個 鍵盤和這個Otoway把它給進行連接起來 那就可以看到 車子就可以隨我們這邊設定 像是那個Velocity 我們設定那個 時速10公里這樣子 就可以透過這樣子來進行 車子的控制 好 這邊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說我們怎麼實現remote driving的一個功能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想說 那Zenob還有沒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到 然後社群他們到底對Zenob 這有的期待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去找發洩一些需求 我們發現 在GitHub Destruction中 大家對Color很有興趣 Color是一個車用的模擬器 就很多學術單位都會使用 那個 因為大家沒有真的車子來進行開車 因為車子滿貴的 那所以 就是 對 重壞的也很貴 所以 這會想說用模擬器來進行研究 那Color就是 車用的模擬器裡面 就是算是最有名的一個 那只是我們後來發現 它這個模擬器跟 Otoway缺少的官方提出了Bridge 很多都是 Community自己貢獻 可是其實也是有很多問題 然後 而且它又不支援多車 它只能 控制單一台車 沒有辦法控制多台車 所以我們發現了這個 這件事情後 我們就提出了一個 另外一個架構 就我們在這個Color裡面 我們假設有兩台車子 那兩台車子當然 我們都需要使用 Otoway來進行控制 所以我們就會有兩個 Otoway來控制兩台車子 那後來就 那這邊會有個問題是說 大家如果對Ross 比較有些了解的話 就會發現 如果你在同一個系統裡面 同時啟動了兩個 嗯 Framwork 例如像Otoway這種 它就會發生一些 topic conflict的問題 就是它們之間的 topic 第一個Otoway會用到的支援 和第二個Otoway會用到的支援 會互相打架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把 Otoway把它都塞在container裡面 然後並且把它isolate起來 然後我們透過 Zenow Bridge DDS 來讓它們 跟對外溝通 就有點類似 那個 communication gateway一樣 那上面我們就給它 加上了 V1 V2的名稱 代表它們 它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名稱來 轉換它們的topic 然後到Zenow的網路上 然後再透過Zenow 來傳到 那個Otoway來進行 控制這樣子 那一樣我們這邊也是有發表出我們一些結果 可以到這個discussion看 讓我們之後也會變成一個block出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弄出來的 就是這個弄出來的一個結果的呈現這樣 首先我們先啟動Color的模擬器 那以及我們啟動那個bridge的部分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 在架構圖看到的這個bridge 接下來我們就分別啟動了兩個 Otoway 好 這邊先啟動第一個 那這邊跟剛剛不一樣的是 它是跑在一個真實的模擬器裡面 所以其實你就會看到 它真的有一個有畫面出來 有camera的畫面 然後以及可以看到 在這邊的話 它會也會有真實 因為這邊就不需要拉initial pose 它可以有真實的定位 因為它是真的在模擬器裡面 所以它也會有GPS的訊號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它這邊會有很多白色點 這些就是LIDAR掃到的點 然後它要跟地圖做Mapping 然後知道它到底定位在哪裡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現在有兩個Otoway 而且兩個Otoway 它就會有各式的RVs 然後它們就在各式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要讓這兩台車互相交匯 就是讓它們可以交叉而過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給它設定了它的路線 A點到B點的路線 然後它們就會透過它們在移動的過程中 互相交匯 然後可以互相發現對方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的這個camera 這邊就可以看到有車子 那在這邊你也可以看到有白色的點 那個就是它掃到的LIDAR的 另外一台車的LIDAR的影像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確保說 它們兩個的確是在同一個模擬器裡面 然後並且有那個 互相偵測到對方 那這邊對我們未來的研究是很有幫助 因為我們覺得Zenlo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像是那個File Management 就車隊管理以及V2X 就是那個車與車之間公通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 剛剛我們的內容就會 可適合用在這個情境裡面 那因為V2X和File Management System 都是還在很初期的階段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目標也是 參與這部分的規格制定的討論 好 那這邊我就簡單 時間也快到了 我就給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的收穫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如何跟不同的國家的人溝通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因為他們不一定是native speaker 所以他們的英文也不一定好 所以我講的話他們聽不懂 我也聽不懂他們講的話 就是大家要互相猜對方在講什麼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一些文化衝突的部分 就像這個 因為畢竟這是日本的公司貢獻的 所以有很多日本的貢獻者在裡面 那其實日本我們也知道 比較含蓄一點 那所以有些外國人講話比較直接 就是他們可能 就批評某些架構設計不太好 就講話太直了 就惹惹了那些日本人這樣子 就會發現要有些 對 還是有些那個 不同的文化上的一些 要彼此尊重的地方 那這架車又是一個 比較先進的技術 然後這裡可以接觸到一些 那個比較新鮮的技術 是蠻有趣的 那以及怎麼跟一群人 大家都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社群 那怎麼一起把事情做好 那以及怎麼找到 我們公司跟社群之間的共通點 這是一個很蠻重要的地方 好 那就如果大家對這個 參加這個社群有興趣的話 就是盡量參加不用怕 那也可以從Discord開始 就是文字比較容易來參加 然後最重要就是 我覺得就抓下來玩玩看 就是玩了就會知道 什麼地方有興趣 那就可以參加自己有興趣的 Working Group 然後就一樣注重禮貌 以及有遇到問題就是 別人遇到的問題 你也可以樂於給大家一些回饋 好 那這邊可以廣告時間 就是下午場會有一個關於Zenno的介紹 那這邊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對Zenno這個技術有興趣的話 那以及AutoWear的話 它有一個AutoWear Challenge 2023 那就是如果想要對那個 想要貢獻AutoWear的話 可以參考這邊的連結 它時間也快到了 就是它會好像會給獎金 然後你可以來做一些AutoWear上面的一些 貢獻這樣子 然後AutoWear的台灣的Community 未來可能也會成立 所以如果大家未來對自駕車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一起來參加 參加 好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好 它的延遲嗎 這個我們倒還沒有做過 比較細的那個Benchmark 不過的確你講的是一個 算是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延遲 因為其實對開車來講 它的延遲性算是非常的重要這樣子 那不過這也是我們未來會需要研究的 不過以Zenno來講 它的Latency其實是比較低 比其他Portocall還要低 對 我們這一場議程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等一下想要看獎車交流的話 再試一下跟獎車交流 謝謝大家